歡迎收看核心斗內幕 是主持人王乃瑜 這是一個歡樂含金量最高的政論節目 歡迎您的加入 邀請您掃描一下我們畫面上面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這個聊天室 隨時跟大家互動 廣告時間 網路也不會間斷 我們說到繼517的立院的跌寫事件之後 今天立法院再針對國會改革法案表決 一場內外的氣氛相當高漲 一場裡面的國民黨立委 哇 今天每個都很像鎮暴警察一樣 裝備齊全 感覺是來做格鬥的 而立委們今天是綁起了白布條 怒嗆民主已死 而在一場外面 有數十個公民團體 將近上千名的民眾聚集在立法院 狂轟 法案表決過程比當年的服貌還要黑嗎 而自詢是行政動力的韓國瑜 徹底被傅坤其黃國昌給凌駕了嗎 立委怒轟說韓國瑜今天竟然一度 不願意清點在場的立委人數 持續使用舉手投票 人數都不攏 還如何投票 今天阿苗上工都在現場 幫大家來一帖 立院大補完 黃國昌說沒有黑箱 真是這樣嗎 今天我們要連線在議場裡面的委員 帶你們第一線來直擊 另外我們看到民眾黨立委在幹嘛呢 黃國昌 今天信聰聰的跑到韓國瑜旁邊直播 還協助藍營幫忙 推椅子黨門 其他立委呢 黃珊珊在吃炸雞 在電腦在看的是國會改革法案嗎 是 被人家直擊黃珊珊邊啃著雞腿 邊看柯文哲精華成案子相關文件 黃珊珊滿腦子都是阿伯的案子 阿伯恐怕也是如此 辦了一場519大遊行 現在變成美粉大遊行了 柯文哲好感度持續崩跌 整個黨被黃國昌拉著走了嗎 今天好好來分析一下 首先先來歡迎我們的活化石 今天立院大補帖的師傅 尚師傅 尚師傅您好 我不幹師傅很久了 大家好 再來歡迎的是社民黨台北市議員阿苗苗伯亞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仁俊哥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時事評論員逸三哥 哪一邊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國民黨前中常委方倫 哪一邊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工都盟執行長張宏林執行長 大家好 最後稍後時事評論員柯玉安也會來到我們的節目討論現場 我們說到今天的立法院持續是相當的血脈噴張 尤其是在議場內議場外都有抗衡當中 我們先來帶您直接看一下今天立法院最新 乘是拍檢 要拍檢 我現在要去騙擋嗎 我要拍檢 你這也是拍檢 要發財 要拍檢 要很爾等 要怎麼樣 radialait 王立黨愛照搖 文極長愛照搖 文綵長愛照顔 文綵長愛守護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本席今天代表領主進步黨,向國民黨,向民眾黨,向胡文綺,向黃國昌,乃至於向韓院長提出最原意的失控。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讓我們恍惚,我們是在中國人大的大會場,讓我們恍惚,是在香港立法區,今天,戰利主義團,不是共黨,也是民眾黨,是習近平。 好,我想問一下阿苗,阿苗你今天也有到這個立法院外面呢,跟很多的民眾,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這一場,包括說你昨天在深夜直播啦,竟然有上萬人在看,因為說真的,從517開始,大家就開始陸陸續續,本來沒有在關心政治的人,都開始關心政治了,我們的立法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上禮拜五大家看到的是,準備大打出手,而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藍白持續要推,也就是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但是啊,整個過程當中,人家用黑箱來形容,甚至說,欸, 欸,簡直是比當年的服貌,還要黑嗎?整個立法院外,呈現了一個壓力過的狀態,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很高興今天在場,有我們的活化石上,可以隨時即時檢證我們講的,是不是有錯誤的地方,我覺得這個,這個比這個黃國昌的直播好看多了,這個為什麼會爆發這樣子的爭議,其實來自於這一次的國會法案審議的過程,是這個黑箱組合權啦,過去我們有 分別在不同的案子裡看過這些招,但這一次是罕見的極大成,極大成,首先第一個,這個在程序委員會,副委到司法法制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呢,國民黨的趙偉在排案審,做了很罕見的事情就是,他幾乎只排了藍白自己的案,他排擠了民進黨的案,不讓民進黨的案並案進來審, 那這是一招嘛,另外一招就是說,委員會應該要逐條審查,對不對,一條一條好好講,好好辯論嘛 那結果呢,他們用了一個很厲害的叫什麼沒收討論,就是他說,今天條文宣讀,宣讀完第二條,主席問 在場有沒有人有意見,然後民進黨就舉手說有意見,然後他說好,本條保留,保留的意思是什麼,很多人不懂意思規則,以為保留是不通過,錯,在委員會裡保留就是通過委員會,委員會討論完了,我們討論完了,就叫保留 保留,我們討論完了,好,再唸一條,第十五條,唸完,有沒有人有意見,然後民進黨又舉手,有意見,我們要討論 好,本條也保留,討論完了,就這樣子稀里呼嚕的,把所有條文百分之百,每一條都保留,討論完了,送出去委員會 所以委員會,主條討論過程完全沒收,完全沒收,接下來政黨協商,沒有共識,沒有整合,多數少數意見 直接送委員會表決的時候,更厲害的一招出現,更厲害的一招,康乃和法學博士呢,運用了會議規則裡面的修正動議 他做了一個叫做新的國會盲盒,什麼過程呢,就是五月十七號要表決嘛,五月十六號呢,晚上黃國昌受訪就說,我們已經有新的訂稿了 然後這個媒體人就問他說,那條文呢,你們藍白的版本不是有些地方不一樣嗎 說不好意思,這個是最高機密,這個最高機密,我第一次聽到,立法院在立法,條文還有所謂的最高機密 如果福國立民的話,你恨不得讓全世界知道 對,應該要趕快公布說,你看我們國眾提了這樣子這麼棒的一個法案 福國立民民主的花朵 最高機密,那為什麼最高機密,因為隔天早上五月十七號才要拿去立法院提案 拿去提案的時候呢,五月十七號早上提案,什麼時候發給全院的委員,晚上七點 我昨天已經翻出了這個IVOD裡面影像的紀錄了,晚上六點五十二分 才在那邊發放說,這個是國眾版新的提案喔,新的版本出來喔 他不是本來表第六點結束了嗎 但是因為前面有投票說,延長開會時間嘛 而且前面投票延長開會時間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舉手表決,在場108人投出110票 哇,magic 延長開會時間的這個表決有效嗎 我就請問 延長開會時間,在場108人投110票 這表決有效嗎 他們說有效耶 延長開會時間,繼續要來過這條文 晚上七點才發條文給大家 我跟大家說這一招厲害在哪裡 這一招厲害就厲害在啊 修正動議在立法院的官網上是不放的 所以我們517打了半天 一般老百姓說我想看一下現在在炒哪幾條 要通過哪幾條,條文章怎樣 你看不到 甚至113位立法委員也是等到晚上七點才看到 那這樣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漏洞呢 各位知道嗎 過去修正動議通常是說一部法案 針對少數可能幾條 大家還有意見對不對 瞧不定的 政黨協商也瞧不定要進來表決了 要表決的時候 好吧,那我們做一個最後的最終的修正版 可能論事文字 可能這個把字句調整一下 修改幾個字,標點符號 這叫修正動議 可是他們現在把修正動議的應用 應用得非常強 Turbo開到最大的時候 我這一份修正動議呢 覆蓋掉過去28個版本 因為過去28個版本 每一條都保留沒有結論嘛 所以我就提一個全新版出來 什麼叫全新版 照理來說你要提全新版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 重新掛號 去程序委員會提案 重新掛號 重新進來 現在這個就是修正動議 插隊大法 我一個明明就是新的版本 整合訂稿版 跟過去的版本都不一樣 送進來 那因為議事規則有規定修正動議 要先處理 只要過了我修正動議這一條 後面的其他版都不用再管他 所以啊 這個我就要問一句 可以這樣插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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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插隊 沒錯 他就是在插隊 議事規則可以插隊 可以插隊喔 他就用了這個 隱藏版的最高機密條文 作為他們要表決的時候 全案要通過的條文 好 這個 組合計 全部用上耶 在這一次過程當中 組合計全部用上耶 那國昌老師 一直開直播說 我合法 我合法啊 會議規則會不會掉出來 通通合法 通通合法 那你只需要問一個問題就好 十年前 太陽花 張慶忠 他三十秒宣布通過服貿協議 請問有違法嗎 有違法嗎 當時國民黨跟張慶忠都說 我們合法 我們合法議事規則 主席本來就可以宣告啊 你們都在那 你們都在打架 你們都不好好審案子 我當然要宣布這案子通過啊 如果合乎議事規則 就不該抗議 請問十年前的黃國昌 在抗議什麼東西 沒錯 十年前的黃國昌 憑什麼佔領立法院 人家都合法 人家都合法 不是嗎 今天喔 我們在討論一件事就是說 請問實質審查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 我們經常講一件事情 我們立法院公開透明 應該是說你們立法委員 那表決什麼 我們人民有資格知道嗎 你的條文到底好還是壞 拿出來評判一下啊 民眾納稅人要寫一下 五月不是大家在繳錢嗎 納稅人繳錢繳得很不爽啊 我有資格看到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在討論什麼吧 那現在呢 用修正動議大法的時候 未來這一招可以套用在全部的法律上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有三就有四的時候 未來中配要不要六年改四年 前面討論都可以沒有改啊 國安無法 前面討論可以沒有改啊 等到最後一天 拿出黃國昌復婚旗訂稿版 只改一個字 六改四修正動議要去通過 然後立法院官網上 連放上去都來不及耶 就三讀通過了 也不用放啊對不對 就三讀通過 然後我們人民只能夠 通過了喔 我們現在來看條文 這是什麼 你去買完去有沒有抽過盲盒 有抽盲盒啊 抽盲盒啊 你一番賞 對你打開來 行路先看嘛 對啊 有沒有我想要的嘛 有我才去繳錢 繳錢來我打開盒子才知道 有沒有中嘛 現在的是什麼樣 立法院官網上 他們一直在講 有啊有放有啊 28個啊 有28種行路放立法院官網上 28抽一嗎 結果今天要來抽的是 不好意思 是國昌今天早上才放的隱藏版 驚喜版 國昌一番賞 對你打開來之後 跟那28種沒有一款一樣的 一打開是哭還是笑 不知道 但是你錢已經繳了 來不及後悔了 你打開來發現 我不喜歡 不好意思 你結帳了 請問 國會改革是國會盲盒嗎 這個是國會改革嗎 我10年前有參與太陽花 我不記得國會改革 有把法條審議過程 變這樣子的訴求 這個過程完全是反改革的 對 這個過程完全是反改革的 讀書讀國理論 大家有聽過吧 程序不正義的時候 出來的實體結果 也不會正義的 你這是反改革的過程 你到底在急什麼 今天他們還有一個新的說詞 說沒有啊 哪有不給討論 今天有討論 有讓你發言 抱歉一個人發言三分鐘 發言完三分鐘之後 舉手停止討論 不討論了 有跟你講了 你們一個人都講了 有三分鐘 停止討論 來通過 這叫討論 5月17號才提出來的東西 今天5月21號開第二次會 就要三讀 他們還講說 你看第26條 第28條 都用民進黨版 有啊 參考你們的了 這個是我取得的最高幾米 好不好 我取得最高幾米 來 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 第26條第28條 他們的版本是什麼 他們的版本是沒有版本嗎 對 26條28條 他們就是維持現行法不修 他們沒有版本 對啊 你們國中版沒有版本 當然就是民進黨版啊 不然你們自己又沒版本 民進黨好歹有51票吧 你們自己沒版本 你們是零票啊 所以 在你沒有版本的時候 你通過少數黨的版本 說我有尊重你 可是我就要問 後面你的版本 是不是都按照你的意思過 對吧 後面有什麼樣的版本 好厲害喔 裡面第47條 國會成立調查小組 可以調閱法人 企業民間團體 一般百姓要資料喔 如果不給的話呢 如果不給的話呢 他沒有規定你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拒絕給 你不可以不由分說罰你10萬 你有意見去法院打官司啊 你有意見你去告立法院啊 他說有啊 我有給你機會啊 你有意見你去告立法院啊 各位 在場有媒體人吧 如果立法院傳你去 請你透露你的消息來源是誰 你今天報導你的消息來源是誰 你說我有新聞記者職業道德我不講 10萬塊 不能不講耶 10萬塊 我再問一次再不講10萬塊 還有什麼 還有呢裡面說官員啊不可以 不可以不回覆質詢 官員一定要回覆質詢 那你說如果有國防外交機密怎麼辦 對啊 可不可以不回覆質詢呢 他說可以喔 如果你有國防外交機密 在主席同意之下 你可以不回答 經主席同意者 國防外交機密經主席同意者可以不回答 那如果主席是馬文君耶 對啊就是堅持要你講耶 許小新說 來國防部把潛艦國造紅區的設計圖給我 國防部長說 這是最高機密 報告委員最高機密還沒有解密 然後呢 許小新問 請問主席他可以不給我嗎 馬文君說 請國防部拿出來 你如果不從的話 不好意思 也是給你罰錢耶 也是要罰耶 你的部長就要被罰錢耶 而且你的部長還要被彈劾耶 請問這樣子的法案 需不需要討論 我就問需不需要討論嘛 討論的過程在哪裡嘛 你五月十七才提這個版耶 討論的過程在哪裡 讓一個人針對一條發言三分鐘 表示反對意見 就結束停止討論了 如果你們今天覺得這個版這麼好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任何一個人 處罰為你的版本辯護 對 我覺得今天這個案子就是這樣 荒腔軸板啊 所以我一直認為 如果二零一四年的黃國昌 做了時光機 來到現在二零二四年 他一定立刻衝進立法院 咆哮現在的黃國昌 確實喔 大家說國昌老師變得很不一樣 那我想問一下上工的事 剛剛阿美歐就說啦 原來我們這個用簡單的話來講的話 基本上這個法案 我們好像在抽盲盒一樣 有一到五的款式給你抽 抽出來是第六種 但是你已經結帳了 你不能退貨 這個是我們要的程序正義嗎 尤其今天民進黨呢 在這個院會裡面還有一件事很不高興 上週五一七的時候呢 韓國瑜最後決定用舉手表決 當時的民進黨就覺得 這很大的問題了 這個是三十年前的方法 今天繼續沿用 而且呢 韓國瑜今天還一度 不來清點議場裡面的人數 你裡面到底有多少人 你都不知道 你總數是多少 你都不知道 你要怎麼確定你這個票數呢 我們來聽一下今天 民進黨還一度一直提一直提說 應該要具名表決 我想問一下上公 今天民進黨的話 像是這個 車輪戰的方式 一直提一直提 我們要點名 我們要具名 我們要實際的名字 要為自己的投票來做決定 但是當然 最後都沒有通過 今天持續用舉手表決 最妙的是 今天一共舉起了58隻手 點出59票呢 其中成學生很忘情的在滑手機 也被算進去 就會出現這種問題啊 上公你怎麼看 今天立法院一整出 大家說的 所謂的程序正義 真的有做到嗎 韓國瑜上任前說的 所謂的行政總理 現在有做到嗎 整個過程 今天立法院外面有上千名 現在剛剛算說 也快要到三千名的民眾 通通都看不下去 那上公 根據你的專業 你怎麼看 我沒有專業 你沒專業喔 文綺 我沒有專業 其實大家都在講程序正義 意識規則 意識程序 當然我們把它分開來看 分開來看 那我們先來講 意識工房裡面 所謂為什麼用這個修正動議 依據立法院的意思規則裡面呢 修正動議是優先討論 優先表決 那如果修正動議表決過了以後呢 那後面所有的條文都不予討論 不用處理了 所以這是一個意識上面的一個工房走竅門 就簡單的說就是走竅門 這第一個 所以黃國昌提出來修正動議 基本上是符合意識規則 意識規則規定二讀廣泛討論後或三讀會中 三讀會就是因為你可能抵觸法律 抵觸憲法什麼 你不得不去修正 不得不去修正的時候 那當然 我再講符合意識規則 我沒有講符合程序正義 我先講它是要符合意識規則 符合意識規則 那當然符合意識規則 然後你就看到了 從五月十七號到今天 韓國瑜宣告用舉手表決 再說一句話 符合意識規則 我先講符合意識規則 符合意識規則 那 昨天讓大家有一點訝異的叫做 反表決是什麼東西 反表決過去在立法院使用反表決的過程當中 是在杯葛議程跟製造冗長審查程序的過程當中 就是什麼說我們都有看到對這個案子表決 然後民進黨輸了我重複表決 民進黨如果重複表決輸了 他可以再提反表決 他就拉長你的審查時間表決 所以以前我看過的反表決是運用在程序上 沒看過用在實質表決上 所以這一次反表決用在實質表決上是 我印象中應該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講個題外話 之前那個大家還記得講更煌 砸手機那一幕 對對對 記得那一幕嗎 那時候陳明毅不是提了一個案子 結果被否決 結果他就把那個箱子抱走又被丟 然後當時用的是什麼 就是反表決 反對者未過半數 沒過 他不用贊成者 反對者未過半數 所以反對 沒過 反對沒過 這叫反表決 過去說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的議事攻防 你剛才說了 多了一個 叫點名表決 好 五項表決裡面的 點名表決 不在主席宣告採取的方式之一 他是由立委提案25人連署以後 不禁討論 進負表決 所以 只要民進黨團提出來 主席就只能訓告 表決 我要不要採取唱名表決 表決 唱名表決以後 他就可以表決 重複表決 反表決 他就可以拉時間 這是議事攻防 那當然 另外一個議事攻防 我們就看到的就是肢體衝突 那一塊大家畫面都看很多了 看了很多了 那裡面五月十七號裡面 議事出現一個瑕疵 純議事 就是你在表決的時候修正動議 沒有念 也沒有並未通過的原條文 一併讀 只唸修正的部分 沒有 他要並未修正條文 一併唸 兩個要唸 兩個都要唸 這一個沒有唸 它是不符合議事規則規定 換言之 它是違反議事規則規定的 所以議事規則裡面 有符合也有未符合 都有 那為什麼這個案子爭議很大 除了條文內容爭議很大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在程序正義上面是否符合 這要回到回到了 隆隆的夠 隆隆的夠 三月八號 三月八號跟四月四號 三月八號呢是 傅昆琦的立法 就職權行司法 正式副委 一讀完成一讀 四月九號是民進黨版本 完成一讀 完成一讀 那就請問一下 司法委員會是什麼時候 完成初審送出來的 我們姑且不談內容 什麼時候完成初審 是四月十五號 所以民進黨的案子 在四月九號 也交付委員會 你是四月十五號審查 理論上相關法案因病案審查 但是有病案嗎 沒有看到吧 民進黨的案子 現在還兵在司法委員會 司法委員會 那四月十五號的時候 委員會不是把它送出來了嗎 送出來不審 不審 一路上不審民進黨的法案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民進黨很多次中嘉賓 一直被散會 散會 然後在四月二十六號 跟五月三號 民進黨在院會 直接提抽出 禁服二讀 就是要併委員會 送出來的案子 也被否決 也被否決 換言之就是 民進黨的案子 不病案討論 這一個也是違反 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就相關法案 因病案審理 那因病案審理 所以你看到 國民黨一直說 你民進黨的法案 比較晚下來怎麼樣 那我就把十成點 講出來嘛 一個是三月八號附委 傅崑奇的案子 是三月八號附委 當然後面的案子 也陸陸續續附委 但是民進黨的案子 是四月九號附委 那請問什麼時候 送出委員會 四月十五號 那為什麼民進黨的案子 沒有病案審 為什麼沒有病案審 他已經附委了 他已經附委了 所以不是沒有喔 不是沒有喔 所以為什麼 我會覺得程序上面 正義上面的話 相關法案 因病案審理 這一點 國民黨當招委的時候 始終不願意審民進黨的法案 再回過頭來看 國民黨在審 藍白的法案的時候 如果大家還注意 當天的畫面 吳思雅他們在底下有沒有喊 要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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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竹條嗎 沒有耶 全部保留 結果到最後送院會 那請問一下 以後三十年後的學者 有一天 對國會改革有興趣的時候 去翻文獻 去翻文獻 看到的是什麼 奇怪 委員會沒有討論耶 送院會 然後送院會 不對啊 發言的人都反對 怎麼過的 這有點像什麼 你知道嗎 國大修憲 國大的時候 國民黨都不發言 結果民進黨上去發言 然後每一條都過 以後研究文獻 為什麼發言的人都反對 為什麼會過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你至少上去正反 雙方辯護嘛 辯論完了以後 過的一方是什麼理由 他會記載嘛 那很清楚嘛 所以最終一個問題 他們有合乎意識規則 有違反意識規則 有利用意識規則的巧勁 也有一些是利用不正當的方式 所以整個如果加起來的話 大體上 符合意識規則 不見得符合程序正義 所以我說 如果回過頭來 用程序正義來看這件事的話 它是有很多瑕疵的 甚至於包括連意識規則 他們都有部分是違反的 你看確實的 你看我們直接翻開上公 這本活字典 就會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部分 大家覺得說 這都有符合程序正義嗎 別忘了 現在整個立法院是山羽欲來 現在外面還好多的民眾 淋著雨 現在呢 希望可以看到 藍白立委懸崖勒馬 先進一下廣告 千萬不要離開 因為現在民進黨立委 吳佩毅已經在我們線上了 稍後會持續的 來帶我們看到 在議場裡面最新資訊 先進廣告 好 現在是下午兩點半 現在立法院準時 又要繼續來開會了 也就是要繼續的 藍白的 要繼續來強推 他們所謂的 國會改革法案嗎 現在在我們線上的是 民進黨的立委吳佩毅 委員好 我們現在其實必須要趕快去開會 但我要講今天在議場裡面 最嚴重的是 第一個 完全沒有按照 歷史的程序正義來進行 我們每一條的主條 我們每一條是登記 51人發言 但是韓國瑜沒收我們的發言 只准一個人上去 我們黨要多數的暴力 只讓我們一個人去發言 事實上我們每一條 都登記了51人發言 再來今天第二次出現現場 這個投票人數 比出席人數還要多 計票錯誤的情形 計票錯誤絕對要重新計票 但是韓國瑜 卻不進行歷史的指令 這是再次的是黑箱的作票 那我們今天我們講 最大的訴求就是 必須要依法來挫毀 委員會重新審查 因為今天我們在審查要表決的版本 是上個禮拜五 五一七 當天才提出來的 現在我們在審查版本 從來沒有在委員會討論過 從來沒有在公聽會討論過 因為之前討論都叫做28條不同的版本 所以今天這個版本 從來沒有在委員討論過 我們認為這是完全違背了 立法院裡面審查的程序 所以我們今天的訴求就是要求 不管是什麼版本 裡面都可以討論 所以應該要退回委員會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在委員會裡面好好來討論 豬條來審查討論 那最後表決下來 藍白多數要通過 我們沒有意見 我們反對的是 沒有經過審查討論的法條 絕對不可以在院會裡面 強行通過 今天如果用這樣的方式 通過的話 未來什麼法案 國民黨現在要修國安無法 任何一條法案 他們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強行闖關 而民眾到目前為止 完全不知道 藍白要通過的法條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這是違背民意的負責 好確實 委員現在要趕快回到 這個主席台那邊 要來進行攻防了 好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這個藍綠兩黨的 持續來做攻防 因為現在議會是在懷鬧當下 準備又要來進行開會了 稍後又要開始來做一些 來一些攻防 另外我們大家看到的是 黃國昌今天大家覺得說 心情不錯 拿著一個直播器 他就這樣拿著很開心 站在哪邊 站在韓國瑜的旁邊 站在旁邊 那樣瘋狂的直播 站在韓國瑜那邊 但是大家看到這畫面 覺得相當諷刺 但是黃國昌告訴大家什麼 他告訴大家 這個絕對不是黑箱 我們先來聽一下 黃國昌怎麼說 卡條明明就擺在民進黨立委的追截 院長也依照了議事規則來宣布 但是 站著麥克風的民進黨立委 依然繼續欺騙台灣社會 所以他們不知道 他們在討論什麼 不知道在表決什麼 請民主建立黨 停止這一種巨英式的鬧劇 也請民主建立黨 停止用暴力 來阻礙改革訪案的推動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執行長 你看喔 當年的所謂服貌 也是公告了90天啊 當時國昌老師說 這個叫做黑箱 今天這個呢 黃國昌沒有啊 都放你們桌上啦 你們自己不會看嗎 民進黨這個叫做巨英式的鬧劇 那我想問黃國昌的是 執行長 今天在立法院外面 數千人上千人耶 所以現在站在立法院 林哲宇的那些民眾 通通是巨英 通通都在鬧嗎 當然不是喔 因為我想我們在前面 大家已經有談到非常多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 雖然是剛剛提到的 符合好像議事的規則 但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這真的就是一個錯用 我們先回到我們 其實原來在開會的原則 樣態 這些所謂的修正動議等等 它是在一個良善的 一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讓大家覺得我要立一個法 一定在這過程當中 大家討論之後發現有疑慾 有問題或者有疏漏的時候 那在由我們有一些程序來做補救 那這也恰巧變成讓大家 作為一個議事攻防的方式 所以從精神上來講 原來這些動議的部分 是為了要你在整個討論 讓法規更為完備喔 我舉我們昨天其實也討論到 修正動議 其實第十一條很說 修正動議於原案二讀會 廣泛討論 我再強調廣泛討論後 如果你有問題的時候 就讓你有一個機制 臨時出了什麼狀況的時候 讓你有補救措施 他們現在恰巧把這部分 來做一個反過來 不要忘記了 原來包含在整個國民黨 跟民眾黨所提的 包含人事統一權的案子 裡面有個很特別是審議的時間 你必須至少超過三十天以上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天數很重要啊 所以不是你現在放出來 就說我有公開 你要讓大家有足夠的時間 來做討論 那我想大家已經罵到 不想再罵了 在委員會裡面 本來就是應該辯證討論的時候 但他現在架空他了 所以才會有黃國昌跟翁小林 還在喬版本 基本上他們架空委員會 然後自己成立一個小委員會 自己在討論他們自己的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還是要強調了 程序的暴力跟我們行為的暴力 我們認為還是一樣 這基本上就是加諸在台灣民主上的 一個我們認為的一個大坦一刀 這讓我們來講 反而他們現在所說的國會改革 恰巧就是我們要改革的這些內容 我們還是必須呼籲 當初大家就是看到國民黨過往 用多數的方式 然後不讓這個議案好好討論的時候 之後我們選出民進黨出來 民黨同樣在過去來講 也有用這些多數 我們認為不法 或者甚至也被認為是暴力粗暴 不符合程序的爭議的時候 大家在這一次又把他們換下來 那大家雖然想教訓民進黨 但不代表有授權讓你們胡搞亂搞 違憲亂證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過去幾次民眾針對這種 我們對國會的新期待 而讓握有權力的多席次的這些政黨 還是用這種救民主 救政治的方式來講 我想民眾會唾棄他 那這邊修法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讓大家提幾個重要的一些事情 我們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事實上立法院自己我們剛提到的這個 所謂的所謂的反質詢 所謂的我們講的藐視國會罪 還是要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在美國他們要用這美國 但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美國他們在談到的這些藐視國會的部分 基本上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要求細緻的部分 它在整個包含聽證會的部分來講 我們先簡單說藐視國會 基本上是跟聽證綁在一起的 你不能獨立在任何的在行使立法院職權的時候 隨便扣上藐視國會或隨便扣上反質詢 在國外來說藐視國會 基本上是跟聽證調查的是綁在一起 在美國來講 它的這個所謂的聽證會有分立法性聽證 調查性聽證 審查性聽證 監督性經證 我想問一下 叫一個 今天很可惜 沒有國民黨的立委來 我想問一下你的精神是什麼 因為你委員會都沒有辯論 你連你的這個所謂的母法 未來的這些細則精神是什麼定都沒有 所以我們在學法律都知道 立法理由非常重要 這種架空委員會導致沒有立法理由 未來的人在看這些立法的一些精神的時候 連法官要來作為量刑 我覺得都有一些爭議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 現在在提到的所謂的反質詢這件事情 這講的震天駕想 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立法院法治局2024年4月2號 為了這件事情已經做過了一個研究 在有關反質詢的部分 英國沒有規定 德國沒有 日本沒有 美國沒有 法國沒有 台灣自己要給人家定一個 反質詢罪 什麼叫反質詢 我覺得這真的亂七八糟 我覺得這次修法基本上也坐實了 我覺得國民黨根本就是沒有想要執政 我還是說這把刀是兩面刃 成為法規就是中華民國的法律 你未來難道不執政嗎 你未來難道永遠國會都會是最大黨嗎 你不要到時候我們這個未來的時候 你通過這個法規等你未來執政 或者是未來的時候你變成是我們談到 國會的少數黨的時候 大家反而拿這個刀子來淋死你 所以從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還是明顯感觸的就是我們的這個韓國瑜一直想學王金平 但我覺得差很多 龔道博跟護航博我覺得差很多 另外我覺得很明顯的馬英九跟朱立倫 我覺得大家有點懷念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還知道傅崑崎不能用 我覺得現在朱立倫比這個我們看起來這個比馬英九還不如 馬英九還警告不能讓這樣的人進到整個國民黨 所以沒想到現在朱立倫事實上還是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 過去馬英九的部分還不如 還不知道誰會進來造成國民黨未來的動盪 這是我覺得我們還是必須提醒大家 國會的改革我們支持 裡面有一些內容老實說 龔道博的角度我們也認為這應該朝向這些方向 但不是這種黑箱的粗暴的方式來做議事的討論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傷害 也無助於我們認為社會的一些平和 好確實喔 那我想問一下仁俊哥的事 今天大家說黃國昌 哇這個所謂的黃國昌跟這個傅崑崎的版本 在今天終於準備要來做突破要來做通過了 但是大家想問的是黃國昌跟整個民眾黨 在今天的整個角色是什麼呢 其實在517的時候大家都說黃國昌 就只是一開始幫忙去遞案了 後來真的在打起來的時候黃國昌撞到沒了 但是今天沒有 我們看到黃國昌今天也是衝第一 民眾黨第一個到 而且他還這個去幫忙綁那個椅子有沒有 擋住那個議場後面的那個門 今天動作非常多 還開直播喔 線上也真的是很多人在看 但同時間我要帶你看到一件事 民眾黨今天他們自己的媒體叫民眾之聲 他們自己也做了直播 但是你不看不知道看得嚇一跳 我們一般轉播 我們要如實呈現立法院發生的狀況 但你知道他們怎麼轉播嗎 帶你看一下 有人說小編加薪 為什麼小編棒棒 哈囉我是志涵 我是小編 今天的直播的那個 負責直播的 導播馬馬賽克 好可愛喔 小波加薪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對啦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我覺得這是對的耶 那個導播我們要放一點聲音出來嗎 他們臉上加了海苔 好好笑遮繡布 我想問一下仁俊哥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民眾之聲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傻眼 尤其到後面 就是所謂的藍綠 在對決的時候 你看民眾之聲 他們直接有個大塊的馬賽克 直接把民進黨立委通通抹掉 而且你剛剛聽到 他說我們把這個小海灘 加在這個 這個柯建民啊 還有吳士堯的臉上 好可愛喔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我想問一下 這個是我們要看到的嗎 他們自稱所謂的在野的第一品牌 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沒有如實的去轉播 沒有如實的感覺 變成一種善效 側意識的方式 巴仁俊哥你怎麼看 包括今天整個異常的狀況 藐視國會罪吧 真的喔 先辦這些吧 如果今天認為說 這樣方式是正確的 我老實講啊 哪一個 就是你如果今天要做這種轉播 公都門在這邊嘛 公都門會幹這種事情嗎 不會 把人家那個臉遮住 然後把它馬掉 然後你就看到 任何媒體都不會 只給人家看你想看的東西 這不是過去民眾黨最排斥的嗎 今天早上協商為什麼有破裂 是不是有人反對直播 對 是不是民眾黨反對直播 黃國昌 你為什麼不敢 為什麼不出來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過去一陣子 大家在批評講說 哇你看啊 行政部門啊 動不動就用密集的資料啦 二十年三十年啊 然後什麼東西 通通都保密 所以他們要搞一大堆 這個亂無數的事情 還要修一個莫名其妙 跟這件事情完全無關的 叫做國家機密保護法 當今天問你說 那你們今天法 要修的是什麼內容 機密不能告訴你 你會不會告訴我 這已經不是雙標 這叫做沒有標準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 民眾黨當然他的民眾之聲 是講給他自己的人聽 講給他自己嗨 可是這樣的直播 可能對他的群眾來講 是很好玩 可是看在大家的眼裡面 不會覺得這好玩 這叫做可悲 因為你如果今天要直播的是 告訴大家 甚至你連民眾黨的人在哪裡 為什麼不拍一下你民眾黨的人 對啊 民眾人在哪裡啊 你不是應該直播 你的民眾黨的人嗎 吃炸雞 可能還有睡覺的 對啊 所以我相信 我其實老實講 因為今天我知道 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或者是民眾黨的立委 根本不敢跟節目連線 因為他們很怕被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要送什麼版本 今天黃國昌會出來講說 我們要版本放你桌上 你都不看 數值很差 我就大膽請問民眾黨的立委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過什麼案子嗎 有人用休息 有人用吃東西 在表決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不想被人家認為說 你們在背書那個案子 我講很白是這樣 如果要討論黑箱 請問 當黃國昌跟所謂的翁曉玲的委員 他們自己討論出一個版本 有沒有黑箱 你民眾黨所有人都參與嗎 還是你們授權給黃國昌 如果這些東西你們都認為OK 那你憑什麼出來罵 我的邏輯又很簡單 今天的議事裡面 其實剛剛上公講了很多 包含國民黨民眾黨 他們在這個題議事裡面 不管他用什麼手段 我想第一個 國民黨不是沒有去讀議事規則 我相信他一定讀了議事規則 想盡辦法去找到對他符合有利的 可是我要回來質疑的是 韓國瑜的角色 如果大家只好記得 3月13號的時候 當時傅昆奇提了兩個案子 叫做環島高速鐵路建設 特別條例草案 現在又被罵說是這個前程法案 還有國道6號東延花蓮建設 特別條例草案 這兩個案子其實老實講 因為立法院裡面要草 對 可是韓國瑜跟江啟成 當時做共同提案人 柯建民有質疑一件事情說 你在做共同提案人這件事情 有沒有違反議事中立甚至違法 韓國瑜當時怎麼講的 他說他心中有一把中立的尺 大家可以去找這一句 我覺得是經典名言 請問今天在整個的議事過程當中 包含到禮拜五的時候 請問韓國瑜你的角色 你是擔任一個行政中立的立法院院長嗎 還是你今天是站在一個 你希望跟掩護還有安排 讓國民黨按照國民黨想要推動 跟順利進行的議事程序 你選邊站 光第一個禮拜五的那一天 我認為就任何一個小朋友 讀國小的你去問他說 我們班上來投票表決要不要好 那我們要不要先清點一下人數 我相信小朋友都會跟你說要 對啊 你不知道總數是什麼 我們的院長覺得這件事情不重要 禮拜五你可以跟我講說 可能是一場混亂 這邊也有國民黨的朋友 你可以跟我講說一場混亂 今天沒有打了 大家都可能都 我這個混亂是怎樣 那今天呢 我認為韓國瑜做足了準備 你不管下面再怎麼樣 我不管 你看今天早上有一幕 民進黨是要求就是要 大家都發言 韓國瑜說不然來協商 不然這樣好了 各黨團派一個代表 出來講話 講話大家要不要同意 其實大運裡面就這樣講 國民黨同意 民眾黨同意 民進黨不同意 然後呢 其他繼續表決啊 在場也有說 那我是不是要點名 韓國瑜這些才是不要 不要清點人數 對 你跟我講這叫做行政中立 你告訴我說這個是院長其實秉持中立的角色在主持議事嗎 我想太平觀很好做 大家都願意 大家都願意照遊戲規則走的時候 院長幹嘛 你知道嗎 大家好 坐在這裡 該你怎麼樣 那個很好分配 太平觀很好做 院長的價值不是在太平時期 太平時期誰都可以做 那一個插頭坐 那邊有人說 你現在要幹嘛 你要同意點頭一下 那個都可以做 現在在討厭的其實是 剛剛上官很明白的點出來 你就算你有按照這個意識規則再走 你符不符合程序 難道議長今天只看在那個地方 跟今天過去大家在批評講說法官只會看法條 然後你做出來之後 跟社會期待跟社會認知完全不同的時候 法官也跟你講我沒錯 法律就是給我這樣 那我們怎麼去批評那些法官叫法將 韓國瑜你今天會不知道嗎 什麼樣叫做修正中立跟再修正中立 過去我們看到確實立法院蠻多修正中立 但他那個狀況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可能在原先提案的時候 大家各自討論 可是我可能對於有些東西 我可能抵觸了什麼狀況 所以我即使有修正鏈 我可能其實修正的是極 那個幅度極微小的地方 不會整個案子全部給你推掉 那叫什麼修正 修正是從原來的案子裡面 我找到一個 我可能有問題的地方 我去給你做修正 他現在不是 現在是你要提什麼案子 那個是完全是一個新的提案 你說我也用修正東西來做 院長對曾經完全不在乎 他覺得反正沒有關係 你們今天要討論 那我就給你一個名額 是你不要的 你放棄 放棄我們就繼續來 所有人不願意在議事裡面 為自己通過了法律案負責 你當你按那個點名器去表決的時候 你去按那個名字的時候 你的名字上面會亮燈 以前立委都怎麼做 就算案子過 還要特別跑去講一下 請大會幫我唸一下 那個某立委 立委康仁俊 贊成這個案子 另外那個立委表達反對 為什麼 因為要特別凸顯自己的立場 現在都沒有 死無對證 今天韓國瑜這個方式 就完全幫所有人護航掉 你不用管你贊成或反對 不用幫你背書 不過即使後來被認為違憲 大家來批評講說 你今天這個案子 如果是違憲了 你們當時怎麼過 我不知道 所以林俊哥 你講完一個重點 很多人就說我投的這個 我支持的立委 他對於這件事情 他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我通通看不到 尤其是三百多萬的民眾 投給了民眾黨 民眾黨今天在立法院幹嘛呢 在吃炸雞 在吃炸雞 湯中在吃炸雞 還被人家發現骨頭亂丟 到底在幹嘛 我們稍後繼續來爬梳 繼續來看今天立法院到底有多鬧 廣告千萬別離開 好 各位電視機觀眾前面的朋友呢 你剛剛有加入我們的YT廣告時間嗎 剛剛我們所有來賓 大家都在吃Fried Chicken 也就是炸雞 為什麼在吃炸雞 我們說到今天在立法院外面 是下著綿綿細雨 所有民眾穿著雨衣 繼續在那邊坐抗稱 沒有想到大家抓到說 民眾黨立委躺在立法院裡面 吃炸雞之外 黃珊珊還被發現 邊吃炸雞 邊看什麼 邊看金華城案 所以代表說黃珊珊在意的要命囉 稍後廣告千萬不要離開 我們的科學家易三哥 已經吃完炸雞 準備好他的體力 等一下火力全開 風格 快 敵人 風格 黃國廠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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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廠下台 國民廠下台 國廠下台 國民廠下台 國民廠下台 不管 國會會不會真的通過藐視國會罪 但是我站在這裡 我就是要藐視現在就有國會 如果不是因為吐口水要被罰錢 我現在就真的很想要朝這個立法院 吐口水政治號召大家 一起對他們吐口水 我們也要呼籲國會如果一意不行 今天也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已經宣告24號28號 在五月底前的兩次院外 如果立法院沒有停下他們強行表決的腳步 我們會號召更多的群眾站在各地方 我想問一下一三哥 你看喔今天其實在外面一度是下起了小雨 但是呢剛剛現場宣布已經突破五千人了 是他們現場這個民眾團體 他們自己說的已經五千人了 越來越多人聚集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時間是下午兩點五十九分 韓國瑜剛剛又回到立法院裡面去了 來到議場裡面了準備要繼續來審了 但我想問的是民眾黨這八十人這樣看都沒有 我們剛剛大家都在吃雞腿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黃珊珊還有整個民眾黨 他們今天買炸雞進去吃啦 黃珊珊被發現什麼 邊吃炸雞 邊看金華城案 他正在看金華城相關的文件 喂 我就想問珊珊 想問一下我們珊珊委員 你真的知道今天過的是什麼嗎 還是你滿腦子都是金華城 我們民進黨好不就好耶 我們有蔡易予委員 已經準備好滿滿的酸梅粉 蔡易委員已經準備好滿滿的 梅山加益梅山的酸梅粉 大家炸雞是辣椒派還是酸梅片派 有美粉派有些人吃 留言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美粉派打一 辣粉派打二 不吃炸雞打三 因為他們在開班會嘛 為什麼說在開班會 黃國昌就是把國會當成班會來開 開班會是怎樣 現在啊 這是今天書巧會的 傅崑吉和黃國昌的最高機密的法條 因為我們要提所謂的臨時動議嘛 修正動議嘛 修正動議不斷的改嘛 到今天竟然還在繼續修 邊修邊過 一直修一直過這樣 一邊修一邊改 一邊舉手表決 不是開班會還這樣嘛 而且還是小學班會 國中班會都有意思規則了 這不是小學班會嗎 所以開小學班會 吃炸雞剛好而已啦 我要講的是黃國昌 這整件事情叫偷搶騙 三步 偷搶騙 為什麼是騙 舉手表決清點人數了沒 到上個禮拜五 到底是110人還是108人 現在都還講不清楚 你說你舉手表決 那你修這個東西 邊修邊改 那不叫騙 你在所謂的十年前太陽花學運 的時候三分鐘 那時候是在委員會 你黃國昌都號召了學生 在你的國會 委員會發生的事情 你都可以佔領國會了 你今天 你現在在院會 我發的又不算數啦 昨天發的又不算數啦 又不算數 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再修正動議 再修正動議 隨時他修正 第一個叫做偷嘛 所以他偷走了整個太陽花 對於國會改革的期待嘛 你的國會改革的版本 都是所謂的騙了嘛 你整個國會改革的心事都騙 第二個講 為什麼叫做搶 他搶走了國民黨28個版本 我都不知道民進黨喔 國民黨有28個版本喔 每一個立委 就是一個獨立行使之權 每一個立委 不是互分期花蓮選出來了 每一個立委 都代表他的選區的利益嘛 這28個的提案 有沒有被討論過 沒有 民進黨的提案有沒有被討論過 更不用說民進黨的提案了 這一次國會改革 你牽涉到行政院 牽涉到監察院 牽涉到司法院 這些人的意見 過去只要牽涉到行政院 行政院一定會表達意見 甚至會提行政院的對岸版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讓其他人表達意見 行政院版本你看到沒有 這麼多的版本 為什麼沒辦法整合 因為委員會從來沒有討論 過去易富哥在這邊 這我前輩啦 非常清楚為什麼要開委員會 委員會就要濃縮意見嘛 把同意 相同的意見 就沒有意見 就直接送 把有所謂的不同的意見 就送朝野協商嘛 送朝野協商 再凝聚一次 再送院會 可能只有兩個 三個版本在表決嘛 這樣才能夠整個程序走完 你才能夠凝聚大部分人的 共識跟討論啦 這個東西以前叫王柯體制 為什麼叫王柯體制 不是柯建民很厲害 是王金平很厲害 讓柯建民佩服 所以王柯體制 其實是這三十年 王金平所建立的一個 國會朝野協商的體制嘛 柯建民說啦 過去三十年民進黨表決沒有贏過啊 為什麼會服計 為什麼國家沒有亂 為什麼國會不會打起來 因為王金平知道 有些東西要退回朝野協商 你今天韓國瑜在幹什麼 這就要搶走所有委員的 發言的權利 所有委員討論的權利嘛 最後講偷 國民黨最近會一直不斷的宣傳 某些條文是民進黨版本的 對啊 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沒人這樣做啦 你乾脆從第一條跟最後一條 都是通過民進黨版本算啦 因為最後一條一定寫這本法案 從立法院通過 通過公布置日期 修正時一同 最後一條也是民進黨版本算的 尊重民進黨喔 重點的條文 你有沒有去討論 民進黨版本才是關鍵嘛 而不是你把這些不重要的版本 你偷了民進黨版本放在那邊 然後說你尊重少數嘛 沒人這麼搞立法院的啦 所以在講實質的部分 為什麼這麼多人站出來 藐視國會 因為今天討論的 已經不是政黨之間的問題嘛 是上次總統 下次平民老百姓 都有可能藐視國會嘛 因為今天通過了一個違憲的條款啦 黃珊珊你不要跟我講憲法啦 你先去管你的五大案啦 你跟我討論憲法 憲法裡面明文寫著 立法院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有寫並被質詢嗎 沒有嘛 我不是說不行 你要提修憲案嘛 你為什麼可以在國會行事法裡面 直接訂你要幾問幾答 第二個 藐視國會的部分 規定總統幾問幾答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可以說賴清德藐視國會 把他送三年 可以啊 賴清德總統也是官員啊 然後平民老百姓呢 連一般社會人士都可以罰10到20萬連續罰 你不到所謂的我們的聽證的時候 聽證做不實的虛偽不交報告 不交資料的時候 立法院都可以認定一般的老百姓 叫做藐視國會 這樣的國會 我直接講嘛 依你黃國昌10年前的標準 不就是要發起另外一次太陽花學運嗎 那你今天坐在哪裡 你今天是你的所有的 你過去支持你的人 站在立法院門口的時候 你躲在二樓看著他們 誰穿西裝打領帶 就是黃國昌 你穿西裝打領帶 黃國昌了啦 在窗邊 在窗邊 穿西裝打領帶 穿草皮鞋 你的朋友們還在穿布鞋 還在為國會改革的努力在抗爭 結果呢 你訂出這樣的東西 今天你是站在所謂的牆的那一邊 而所有人拿著雞蛋對著你 因為我們站在雞蛋那一邊 我想要問一下方柔 我想問一下現在這個黃國昌 真的就是你們國民黨最堅實的戰友了嗎 你記不記得五月十七那一天 我都忘不了那一天 他那一天這樣子 扛著這個萬美玲 把他這樣框住有沒有 最後呢 這個傅崑奇就登基有沒有 站在那椅子上 就慢慢升起來有沒有 站在韓國瑜我都粗狂了 站在韓國瑜的這邊 但是我想問的事情是 黃國昌今天還很開心啊 這邊開直播等等等 所以接下來整個國民黨跟黃國昌 基本上就綁在一起了嗎 昨天我看很多的藍營的這個民眾 他們結了一張圖說 賴清德都已經說話了 賴清德說 少數要服從多數 聽到沒有 但是沒有啊 少數服從多數 這個賴清德總統 前面還講了一句 多數要尊重少數 這還是重點嘛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是 方柔怎麼看這件事 黃國昌跟你們綁定了嗎 我覺得今天黃國昌在國會改革的議題上面 這五法上面跟藍營是站在一起的 沒錯這點我覺得也沒什麼好否認的 因為在包含修正的時候 剛剛有其他來賓說什麼 你全部通通交給黃國昌嗎 沒有國民黨這邊是翁曉玲代表 去跟黃國昌去做討論 去做很多文字內容的修正 那講到現在為止 我們可以去討論說 很多什麼程序不正義 那可是符合相關的規則啊 如果連規則都不符合 有不符合規則部分 我覺得是一個一個討論 而且我們也有講韓國瑜在配合 對 可是今天為什麼要把 王金平跟韓國瑜擺在一起討論 韓國瑜要做韓國瑜的韓院長 他不是什麼王院長 群手表決不清點人數 就是韓國瑜的時代 那為什麼大家不坐在下面好好投票 為什麼大家不坐在下面好好投票 才是安寧表決嗎 沒有 前面一開始 如果今天我們看 文留發言 我們問一下安寧表決 你們的人會下去嗎 現在問題就是 當時民進黨是怎麼講 民進黨是講 把他們的表決卡抽起來 民進黨這樣嗆的可以嗎 我說老實話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的人不叫暴力嗎 那方倫你支持說 我們不管藍綠 大家通通回到位子上面 我百分之兩萬支持 包含我今天早上在那邊 所以你也覺得舉手是有相關問題嗎 你看今天昨天說什麼 總共108人投出110票這種 因為舉手就會造成這樣的混亂 那為什麼韓院長還有 我贊成大家回去做好 民進黨有乖乖做好嗎 我們拜會都知道要先清點人數 太棒了 還是108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 所以沒有回去做好 是因為國民黨怕回去做好之後 民進黨衝上去 這是你們的邏輯耶 你現在怎麼把他反過來 民進黨有沒有要衝上去 你怎麼把他反過來 所以國民黨不願意離開那個位子 是因為擔心民進黨衝上去 所以國民黨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中間好幾度國民黨要衝回來 我們講說那我們改用原地舉手 我們很簡單的問題 你要站主席台可以啊 那為什麼不點名表決 點名表決你也可以繼續站主席台 對啊 就是說留下一個紀錄嘛 點名表決啊 點名表決啊 點名表決為什麼不點名表決 一個一個點名啊 所以我就覺得 而且又不會 票數又不會不對 對不對 你自己 一個不會點名啊 不會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我認同應該要去做的是 表決 而且是要負責任的表決 包含我們自己在推的裡面 政府院長的投票都是要記名表決 對啊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民進黨他們策略他們的力量 他們的做法 就是要來癱瘓整個議事 就是沒有讓議事正常進行嘛 如果當時在宣讀條文的時候 後面不要有人衝進來 後面不要有委員去抱著韓國瑜 不讓院長進來 我們今天會拖這麼久 你方倫一說這也是 不得已的一個做法嗎 這是藍營在野政營 要去維護我們自己法案的時候 必須要去做的犧牲 所以我覺得今天討論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的是說 民進黨或者是執政黨 或者是在外面這一群支持者們 都跟我們講說要反黑箱 要怎麼樣 反對這個多數暴力 過去民進黨多數暴力的時候 怎麼都不講 過去勞基法休惡的時候 怎麼都不講 那我真的不想比爛 因為我希望國會更好 我希望不管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在未來四年的國會是更好的 所以今天這件事情 既然朝野要和諧 大家就真的坐下來好好談 如果今天連朝野都沒有辦法 坐下來好好談 連協商都不去 那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拿什麼跟人家講 這就是很簡單的態度 協商不去通常是黃國昌 好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說 方倫當然也說 這個為什麼最後沒有用這個 一定要用舉手表決呢 是因為他擔心說 如果國民黨的回位子的話 那這個民進黨的就衝脹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恐怖平衡 方倫的意思是這個 但是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是 這個大家說黃國昌 現在已經是遐整整個民眾黨 在往前了嗎 包括說黃國昌跟傅崑 一起提出來的這個 他們自己所謂的新版本 到了517到了晚上 大概7點鐘才丟上來 這個到底大家怎麼看啊 尤其519民眾黨 才跟所謂的這個民進黨 要來算總帳 我今天在立法院有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畫面 因為民進民眾黨說什麼 那個我們在這邊叫那麼久了 你梅子粉也沒有下來 對不對 我們嘉義的這個民進黨立委 就是故意 他這今天好幾位嘉義的立委 準備了一大堆巴勒 梅子粉到了現場 叫誰來拿 叫總召來拿嘛 黃國昌 你的梅子粉到貨了 聽一下 黃國昌你要的梅粉 幫你準備好了 為了梅粉上街頭 辛苦了吧 這邊幾瓶 這邊有113瓶 113瓶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可以了不要亂了 民進黨 不要亂了 不要亂了 你們要的梅粉已經來了 我想要問一下小牛 你看這個519大家想說應該是要一個很速殺的畫面 要超殺的驗聲要犀利 就搞到最後變梅子粉大賽有沒有 柯粉變蔥粉變霉粉 今天你看嘉義立委直接113瓶在地霉粉 黃國昌你來領啊有沒有 直接這個通通風向通通又轉回來了 為什麼大家說這個519直接變成一個笑餅呢 尤其你怎麼看現在巴西立委在立法院的作為 尤其這個所謂的柯粉變蔥粉 最後呢就變梅粉 所以就沒有粉了嘛 所以這個我覺得如果從陰謀論來解讀的話 這個梅粉這個象徵其實看起來是蠻這個 很有它的陰謀性 那首先我要說就是因為 519那場活動其實那個訴求真的很多 那其實很多人都可能搞不太清楚 那畢竟是我的勞動家嘛 所以我大概也有稍微關心一下 那其中有個訴求叫什麼 就叫反詐騙 那我講真的啦 就如果是反詐騙作為主要訴求的話 那你負責任的跟現場的這些小草們 好好的報告說現場的到底實際的人數 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不要去扶爆現場人數嘛 你不要一下子訴求反詐騙 然後一下子又在那邊詐騙現場這些小草 這會讓大家覺得這個精神錯亂嘛 然後呢最後又跟人家講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519這個活動 到最後這個整個訴求都模糊掉 除了剛剛講的那個梅粉 那梅粉其實不是黃國昌提的 是那個李鼎麗提的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在講說什麼 就是那個同時上限 8萬人變成6萬人 接下來又變4萬人 那是不是民進黨在限流 我講真的啦 就是你過去你當然可以就是講說什麼 民進黨要限流這件事情 你還是去怪唐鳳 你從今天開始你也沒辦法 沒辦法怪唐鳳 因為唐鳳現在也不是數位部長了 所以同上30萬人 當時那個在凱道那時候同上30萬人 都沒限流了 現在講這個限流就很奇怪 而且你一講限流 大家就會開始去關注 你那個同上的人數啊 跟那個雲霄飛車一樣嘛 這樣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嘛 就是從那個所謂的這個5萬 一下子暴增2萬 到7到8萬 流量怪談 然後呢接下來又砍半 對 這一張 對 接下來又砍到 只剩下這個5萬 接下來又掉2萬 反正流量這樣高高低低啦 所以這個其實答案就只有一個啦 就是水軍嘛 其實就是水軍啦 但這也不是什麼網軍啦 因為網軍還有一些生命力 因為網軍是真的 水軍就是殭屍啦 水軍就是殭屍嘛 就是你按一個鍵 你講得快啦 對 自動就灌進去那一種嘛 所以 那因為很大量 所以叫水軍嘛 那其實 但我必須要老實講啦 這個其實任何人都可以買 就是說 沒有每一個單位 比方說你今天你想要灌誰流量 你不需要取得這一個 這個直播的後台的權限 你都可以把這個流量灌進去啦 所以這個其實 目前還沒有抓到說 有明確的證據說是 這個民眾黨 確實是買這個水軍 但是呢 他們自己在台上這樣講 就讓大家覺得 是不是露線了嘛 就是你怎麼會在台上 那是一場社會運動耶 各位 今天519那場活動 大家定位成為 那個是一場社會運動 那個不是一場造勢晚會啊 所以為什麼要那麼在意 網路上的同上流量呢 那為什麼大家會 那麼在意這個數字 就是因為你黨主席很在意嘛 你黨主席很在意 所以底下這些戰狼發言人 就會出來幫你 等於怎麼講 打圓場嘛 不然他開始計較說 為什麼我站上台的時候 照理來講 應該是 我是整個活動的最高潮嘛 我黨主席 我站上去 我要發言的時候 整個活動最高潮 最後大家一起合唱一首歌 然後把這場活動 做一個圓滿的ending 結果怎麼 最高潮不是發生在 我站上去的那一刻 而是發生在 我聽說還不是在 黃國昌講話的那一刻 是在一個 莫名其妙一個歌手 在那邊唱歌的時候 然後突然那個流量 就暴增到八萬 所以代表說這個 其實買的這個水軍的這個公司 這個公安公司看起來 也不是怎麼講 品質非常好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老實講 社會運動 你就有本事把網路上的 這些能量給它 動出來嘛 你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而不是一直去計較 網路上的這個流量 再來我還要講一點 就是柯文哲也不懂社會運動 因為社會運動就是在幹嘛 就是喊口號給當權者聽嘛 所以你在那邊講說什麼 喊口號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社會運動就是在喊口號 你那一天在現場 你喊口號喊得很爽吧 對 是不是很爽 對嘛 所以我就說嘛 但是我講真的 他心裡真的那麼爽 我相信他心裡很忐忑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他不想跟民進黨 撕破臉 你看那個綠白電話門 一下子就說要跟綠白在那邊合作 然後一下子就說什麼 我台北是要綠白和這樣子 所以你 但是然後一下子你看 又去總統府跟蔡英文吃牛肉麵 所以你說他真的想要跟民進黨搞壞關係 我相信他內心並沒有這麼想 可是呢 為什麼我到了現場 我不由自主地舉起了芭樂 我到了現場 我不由自主地嘴巴開始講說 我要下架這個芭樂黨 我為什麼到現場我不由自主說 我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放眼望去你的小草都變沖田了嘛 就是因為這樣嘛 所以你到現場 你只能跟著大家一起去喊這個口號 只能跟大家一起舉起這個芭樂 只能跟大家一起去討這個梅粉吃嘛 為什麼小草變沖田呢 我來帶大家看這個最新數據 這個是這個是這個最新的這個網路聲量報告 在519前跟519後的這個黃國昌跟柯文哲的聲量變化 你要看看這個柱狀圖代表是這個聲量的總數 然後你看黃國昌在519前跟519後 因為畢竟他當時在立法院有角色 517的時候嘛 所以他的聲量基本上就是穩定在一個非常高點的狀態 然後柯文哲在519前的聲量 基本上只有519後的所謂的四分之一 所以代表說什麼 519幫他的聲量整個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補血嘛 可是你自己去看他的這個好感度 網路的好感度 黃國昌的網路好感度大概都維持在同樣一個水位之上 柯文哲的網路好感度從519前他還有0.25 519之後立刻砍半剩下0.12 所以代表說什麼 好的都給了國昌老師 壞的都是柯主席在承擔 對啊 所以我講真的 小草變沖田 這件事情你能怪誰 你只能怪你自己嘛 因為你過去八年 你在台北市政府 你在民眾黨 你罵蔡英文 左批蔡英文 右批陳菊 罵得非常起勁嘛 所以底下的小草就變成是跟著你一起罵嘛 現在黃國昌只是用他善用的這種方式 用他善用的這種方式 用更有梗的方式 接著你去走這條路而已 尤其剛剛小牛剛才提到 這519 黃國昌這樣號召老半天 最後呢 當然啦有人上街 但是很妙 今天包括說立法院跟他在外面說這個 我們的這個Drag Queen的這個 冠軍寧菲亞已經來到了現場 而且還發了這個太陽花 現場在外面可以說是達到一個高潮 非常棒的一個社會運動 但你知道嗎 民眾黨他有沒有這個黨部的粉專說什麼 告訴大家 那個都是側翼的活動 直接把今天立法院外面的活動 直接貼上側翼兩個字 剛剛小牛有講到一個點 現在這個阿伯的小草通通都變成衝人嗎 尤其黃國昌 講到519那天 看到阿伯講的說什麼 超感動超感動的 結果現在露出馬腳了嗎 自己在關著直播的時候 不小心把內心話說出來嗎 等一下先給大家看一個 519黃國昌怎麼說阿伯 關在直播間怎麼說阿伯 差很多 1月14號 我走進辦公室 我看到一個阿伯 正在插著白板 他在準備著 早上7點半的晨會 我們希望有一個人 站在前面 站在前面 我們一直 跟著他 為台灣推動重要的改革 請大家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 你民主進步黨黨團的 再修正動議是怎麼喬出來的 是你柯文哲 Sorry 朱無錫 不好意思 然後朱熹我珍重跟你道歉 不好意思我太激動了 朱熹 sorry 我明天去跟你跪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要罵另外一個人 不小心提到你的名字 因為你跟他同性 我想問一下阿苗 這個國昌老師在自己直播說 不小心想要噴人的時候 不小心噴到柯主席 自己還趕快sorry sorry跟你跪屑 也很奇怪 這個講錯有講錯 有需要跪屑嗎 民眾黨的文化還真奇怪 但我想問一下阿苗的是 整個民眾黨 現在是完全跟著黃國昌 直接拉進去一個 所謂的施速列車了嗎 昨天阿伯 對啦 針對於這個賴清德上任的時候 阿伯還直接講阿伯還比較持平一點說 我們先來看看 觀察賴清德三個月再來講 但是沒有 黃國昌現在跟國民黨一樣 對著民進黨就是硬衝到底了嗎 這個路線的混亂 會不會讓所謂的小草小抽 完全衝向不同的地方 最後真的變成梅子粉沒有粉了 我想我們不是批評黃國昌 我們分析他的政治路線 他的政治路線走到現在 其實就是以小博大 但是一把就要贏大的梭哈路線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就是去玩 布克牌 如果說你籌碼少 但是你又想發大財 all in啊 對啊 你股票對不對 槓桿開到最大對不對 那他現在這個黃國昌立委 他是屬於槓桿開到最大的狀況 幾乎把他這個過去十年來 從事公共事務所累積的credit 打算經此一億 全部壓上去 那會不會消耗殆盡不知道 但是他為什麼要壓這個 他的槓桿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其實是他必須在兩年之內 取得藍營在新北裡面唯一天王的地位 這個是他要的這個成果 因為很簡單嘛 阿伯有規定立委只能當兩年 他兩年之後沒有立委當 沒有立委當了之後 他失去舞台嘛 所以他一定兩年之內要尋找另外一個舞台 那目前大家說新北 可是新北很難啊 這個他說國民黨人才積極 你看他那時候訪問說國民黨人才積極 但他點的是林德福70歲 然後這個羅明才 這個黑底的 他為什麼不去點說國民黨人才積極 像他覺得李四川很不錯 劉荷蘭很不錯 因為他不會去點那個真正對他有威脅的人 李四川如果真的假如真的說去選新北的話 韓國瑜支持他的時候 王國昌要拿什麼跟李四川來抗衡對不對 那也沒辦法氣保乾淨嘛 就像這個今年初的選舉 賴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這三個都 最後柯文哲選項 哇第三名 所以王國昌他的戰略企圖非常的明確 就是在兩年之內 他要拼到國民黨不得不讓他 怎麼拼到國民黨不得不讓他 這樣很大的槓桿耶 所以他現在在國會裡面所作所為呢 就是去拿他過去累積的 從太陽化以來一路累積的這個東西做 去做結合復婚旗當他的支點 去槓桿一個非常大的在國會裡面 不管是聲量也好或是權力也好 槓桿膨脹到最大 這樣才能讓他在藍營裡面變成一個大咖嘛 不只是要一個咖 要大咖 因為他才有可能去搶一下 新北市是多大的地盤 四百萬人耶 四百萬人耶 新北市 而且又是國民黨的地盤 國民黨怎麼可能咬住這塊肥肉會放手 而且國防老師要在短短兩年內取得 他們完全的信任槓桿開最大直接 很難吧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在國會裡面 要認傅坤旗做大哥 那走出國會到了新北 認侯友宜做大哥 然後呢 他要注意平衡啊 他現在為什麼他在國民黨內 或是藍營內 他有一個槓桿 因為他仍然保有那個所謂的十年前 他剛從這個太陽化出來的 這樣子過去的經歷 還有他現在是民眾黨的身分嘛 他象徵著說 包括他是一個科粉 也會願意投的人選嘛 所以未來他要去跟國民黨喊架 他一定是什麼 不然我們初選 我們做民調 尋高鴻安模式 把國民黨提名的新北市長 林根人話 不管他提誰 反正他就是把它變林根人 他自己做高鴻安 然後來選上 但是為什麼高鴻安 可以邊緣化林根人 因為高鴻安 有科粉的支持 這個是林根人 絕對拿不到 所以黃國昌一定要保留著 科粉對他的支持 怎麼保留 幫阿伯辦活動 幫阿伯辦活動嘛 他怎麼感覺這樣 要利用阿伯把阿伯 最後一點點價值給他炸出來 就是他要緊緊的抓住說 黃國昌是我阿伯唯一傳人 阿伯之前不是說什麼 一代傳一代 要有另外一顆太陽 現在他說 我就是第二代 所以他想說 我看到一個阿伯 插著白板七點半 怎麼阿伯自己在插白板好辛苦 然後阿伯對不起 我叫錯你名字 我跟你跪屑 但是偶爾又會說 我叫柯文哲拿著一根蔥 去沾在那邊 不管怎麼樣 他是要一定要跟柯文哲 強力做連結 這是不能切割的 如果一旦切割了 他就失去了這個槓桿 那之前講說 很多人現在開槓桿 去信貸 把這個槓桿開到最大 柯文哲就是他信貸的抵押品 如果沒有這個抵押品 他只能用薄弱的信用去貸 那貸不出多少 但是如果有柯文哲 有抵押品 並且防貸 像徐曉昕一樣 可以帶九成 全部都帶出來了 有柯文哲的這個 傳人的這個身分 對他未來在爭取官位的時候 新北市長 這個是不可或缺 再加上他要爭取到傅崑奇 他要爭取到侯友宜的支持 這是他兩年之內 非常清楚的戰略規劃 那我這個要問一下 我們的科學家易戰哥 這個阿伯的問題 一定得問你了 你看喔 這個黃國昌 現在基本上跟國民黨 完全綁在一起的話 對民進黨 是完全沒有好臉色的 哇就是我要打綠第一品牌 但同時昨天阿伯話 說的倒是沒有那麼死喔 先帶你來聽一下 阿伯昨天說的 事實上從今年的二月以後新國會成立 一直到五月十七號立法院的抗爭 你知道 坦白講我一直看不到民進黨在國會運作的善意 你知道 台灣民眾黨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政黨 我們不會去當 我們不會去當 南營的護水組織 但是同樣的 我們也不會去當 綠營的護水組織 我們還是有政黨的主體性 所以 執政黨做得對 我們還是會支持 執政黨做不對 但我們會監督 我們還是一樣會 只要符合國家人民的理由 我們還是會支持 想問一下易善哥 這個我們本節目真的很良心 你看各節目 有誰掐柯文哲的訪問出來 只有狠狠抖那一幕 所以阿伯我們持續挺你 阿伯剛剛就講了 我們不能當什麼 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我們不能當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他不要講給我們聽 他講給黃國昌聽對不對 應該要跟黃國昌說啦 黃國昌現在打率打成這樣 結果昨天 你看高鴻安 這個一省快要出爐的高鴻安 跟賴清德黏著著著 跑去跟他合照 又比愛心 在國宴的時候 我們招之姐姐 跟賴清德在那邊聊天啊 熱絡啊 小草很錯亂吧 對 柯文哲就是一個 沒有一個中心理念的人 沒有中心理念 他要做事情他怎麼做 他其實有一個經典名言 前陣子才跟黃國昌講過 叫做敵人不要的就是我要的 但是他最大的問題 從來沒有分清楚 誰是他現階段最大的敵人 為什麼這麼講呢 五大案難道是民進黨發動啊 沒有 五大案是郝龍斌發動 講案給所有議員資料的 五大案就是國民黨的台北市政府 在鬥爭柯文哲 他現在最大的敵人是台北市的國民黨 我至少說是台北市的國民黨 他第二個最大的敵人叫做黨內的勢力 他外面已經有五大案 他每天跑法院 可能比跑立法院都要多了 他已經完全控不了黃國昌的立法院了 所以他才講了所謂的 我們不要做所謂的賦水組織 我們政團也不要團進團出 我們八票不一定要同時 聽黃國昌的民眾黨不能成為一人政黨 他之前有講過為什麼現在不敢講了 因為黃國昌的聲量已經比他大了 現在是他需要黃國昌 而不是黃國昌需要他 所以他不敢得罪黃國昌 黃國昌才有這個底氣 帶著民眾黨的八票 在這次所謂的國會擴權法案裡面 跟著傅昆吉走 甚至做傅昆吉的小弟 幫傅昆吉打字寫案子 這個就是黃國昌 準備要挑戰柯文哲在黨內的勢力啊 而他挑戰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很清楚就是為了 新北市長的補選嘛 他必須要變成是打民進黨的第一戰將嘛 而他要變成打民進黨第一戰將的時候 讓柯文哲腹背受敵 他同時變成是國民黨也要打柯文哲 民進黨因為黃國昌亂關係 不可能跟你柯文哲談的時候 你柯文哲就得腹背受敵 腹背受敵又有司法問題 是一個政治人物最危險的時候 而柯文哲從來不知道 他現在其實最大敵人 根本不是民進黨 而是黃國昌加國民黨 所以柯文哲誤判整個的刑事情況下 才會有這個嘛 整個民眾黨拜託好不好 你們拜一場活動 找好一點的公關公司 你拜一場活動 把舞台弄成像阿伯告別政壇儀式 簡稱阿伯告別式 告別政壇 你辦成這個活動 你的流量 你找流量 灌流量不是不行 大家以前都灌過 灌成這樣 你灌成你延續試一下嘛 為什麼是黃國昌的時候六萬人 柯文哲的時候你把它抽掉 好啊 這個流量誰買的 我直接問民眾黨黨中央 購怪公司誰找的 這個人如果沒有已經被派阿伯了 就是已經跟著柯文哲走了 跟黃國昌走了 所以整個民眾黨 已經不只是民眾黨的黨團 跟著黃國昌走 連辦活動的中央黨部 現在已經把阿伯丟在一邊了 阿伯已經徹底的被丟包了嘛 所以徹底的被丟包的情況下 你如何帶領這個黨 而你沒有辦法帶領這個黨 你又有什麼底氣 去跟國民黨去跟民進黨 去做所謂的政治協商跟談判 確實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斷的提說 我們整個國會 不要再被黃復興帶著走 因為黃復興叫做 我就是講國會熱身賽 賴清德520已經就職了 請各政黨的大人們印起來 復興旗要的花蓮的兩兆的法案 是你盧秀燕要的嗎 是你蔣萬安要的嗎 是你侯友宜要的嗎 拜託兩兆一過 十年內所有公共建設預算全部沒有 全台灣都沒有 國民黨的立委 你們出賣自己選區的公共建設利益 全部賣給復興旗 你還在幫復興旗算帳票 這個國會是你們這些大人們要的嗎 所以請各政黨的大人 不要再隨著黃復興走了 自己跳出來 來跟賴清德韓國議會 勸你跟賴清德行政院跟立法院 各政黨之間好好坐下來談 國會不是不需要改革 而不是這種國會濫權的改革 確實大家最害怕的是 黃國昌不僅把阿伯給擊敗之外 還把民眾黨的人 通通都帶走的話 哇那不就會變成又 時代力量的狀況了嗎 我們先進一項廣告 稍後我們要持續獨家連線在議場裡面的 民進黨立委們 現在在立法院裡面的最新攻防是什麼呢 另外還傳出 哇今天這個國民黨有一個立委 今天大家都沒有人理他 像姑娘一樣謝伊鳳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自己跑去參加520得罪所有人嗎 先進廣告 好我們持續來跟進今天立法院的攻防 真的相當的激烈 雖然沒有武打氣 但是在法案的攻防上面呢 我們持續來連線 獨家連線 民進黨令委林楚音 楚音姐你好 男女好大家好 現在是休息時間 現在是休息時間嘛 稍微平和一下了 但是剛剛其實你們也互相 有在叫囂啊喊一下口號啊等等 但是你說今天在立法院有個很神秘的狀況 這是我們國家最高的國會殿堂 但是韓國瑜今天持續使用的是舉手表決 而且這個人數太神秘了 你怎麼看 好其實我覺得立法院當中 大家現在知道我就坐在議場裡面 等一下我跟大家來看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現在是因為休息 所以說國民黨的委員也有一些人 又回到位子上 不然的話鏡頭轉過來 他們在我的後面就是 主席台那邊 主席台 有沒有 他們就這樣散亂在各地 有沒有 大家看一下 就在散亂 然後居然用這個方式 用舉手表決的方式 然後重點是更誇張的是 不清點人數 什麼意思叫不清點人數 就是你看 現在大家這樣稀稀落落 然後永遠都是108人 神秘的108人 神秘的108人 進進出出就是108 那到底是 對 那總會有人去像洗手間啊 然後坦白講 有些男委員會去抽煙啊 但是不論怎麼表決都是108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 過之前禮拜五還可以清點人數喔 還會幫你重算 所以有時候108 109 雖然被我抓到說 投出來是110票 對 幽靈的幾票跑出來 但今天更誇張是完全不清點人數了 就是不管現在現場剩下多少人 直接不演了 今天都不演了 對都108 然後另外一個不演是什麼 本來我們上個禮拜五還可以說 有兩個到三個人 來做法案的討論 發言 今天都是一個 他就停止發言 三分鐘 不讓我們發言了 對 那更離譜的是什麼呢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一次喔 就是像這樣子 一疊厚厚 好幾個版本 對 就單單不加民進黨的 這樣看到 不加民進黨的 就有28個版本 就有28個版本 不加民進黨 就有28個版本 然後再加三個黨團的修正案 就是31個版本 結果今天是什麼狀況呢 在表決的時候 他就只念 然後就突然就抽一個說 我們來表決 裡面有民進黨的版本 你現在就是說 去表演拔杯嗎 Q簽嗎 就是說我今天抽中你 算你好運 所以我今天有幾個版本 是我同意你民進黨的 不是這樣 28加三個版本的修正動議 你必須要先 在委員會裡面順過一遍 然後我們的最多共識是什麼 那這樣子才對 可是他們現在不是喔 他們就抽中你 然後就說好 那我們就表決這個版本 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們在表決什麼 更離譜的是 要提醒大家就是 反質詢的這個部分 通過了 那現在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是說 反質詢根本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定義 對啊 很模糊欸 對今天記者就問我說 那這個要怎麼質詢呢 這樣 宏盛漢委員現在來湊熱鬧 宏盛漢委員恭喜你 突然 你上新聞了 恭喜你 宏盛漢委員上新聞了 恭喜 宏盛漢委員 對對對 他不知道我其實在接受大家連線 所以宏盛漢上新聞了 好 我來講那個反質詢 反質詢沒有個明確的法律定義 我就舉個例子 大家記不記得牛許婷曾經在這裡 就是這個義式殿堂當中 就講說 問陳建仁 你禱告的時候跟上帝講什麼 跑去問人家中教啊 陳建仁那時候是不是說 他怎麼回應 他是不是說 這是我跟上帝之間的事 那這樣算不算反質詢 反質詢 以後是不是要抓來關 他算是隱匿不達 隱匿不達 隱匿不達 也要罰20萬 隱匿不達 禮雜班 而且還可以累罰喔 還可以累罰喔 還不講再20 對所以這太離譜了 所以今天到了下午之後 我們的另外一個訴求是 不討論 就散會 原因是因為現在根本不是在立法 他是在玩表決遊戲 而且這個表決是永遠的108 永遠的贊成60 然後就這樣就過關了 那這樣子算是立法嗎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所講的 就是說反黑箱 反擴權 如果你不討論 乾脆就散會吧 因為我們希望退回重審 因為這一切都太誇張 太平衡了 我們這些委員們 尤其是國民黨的立委 當你被投票表決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人跟你說 你可以立這麼多的擴權法案 這不是真的新民意吧 不然怎麼會有 這麼多的民眾上街來抗議 委員那你怎麼看喔 現在其實在立法院外面 剛剛稍找這個主辦單位說 已經超過5000人 已經到現場了 甚至有人說超過519 那個美粉大遊行的人 超過519了 但你怎麼看喔 很多的民眾 今天儘管下著雨 都持續在那邊 你們剛剛委員 也有去跟他們做一些喊話 大家要覺得說 很心寒 或是說很脆心的一個點是 他們不管聲音在喊得多大聲 那個聲音都進不到立法院 進不到院長的耳朵裡面 進不到藍白尾的耳朵裡面嗎 確實是這樣啦 因為就像現在你聽我們的現場 可能還是聽得到 就是完全聽不到議場外面的聲音 但是只要國民黨的或民眾黨的委員 走出議場外 其實在青島東路上面這個聲音 是非常清楚的 那麼民眾其實要的是說 能夠把這個法案好好的審查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 以後他就變成立法院的常規 就是藍白說了算 然後呢就是委員會不審查 其實我講白了 這才是薪水小偷吧 就是反正以後永遠 就是藍白加起來過百 對 好那以後這樣都不用玩啦 就以後就變成一個通力嘛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讓大家來看一下現場 現在是 異常就是一個休息的時間 因為剛剛我們一直要求 就是要協商 我們希望 好我們表決會輸 那麼你至少是不是可以 打開黑箱 讓我們把話說清楚 我們今天做了很多的牌子 然後甚至於放在地上就是 對 為什麼說民主已死 國會 為什麼說民主已死 然後國會成輪 國會晚歌 是因為你看看嘛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 沒有協商 沒有討論 就是不斷不斷的舉手表決 請問這叫少數福同多數嗎 你完全不讓少數有講話的機會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訴求 我們真的很希望 你的正後方現在有個國民黨立委經過 他今天是鎧甲武士 是不是 是 我跟你說 今天每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都是這樣 你們注意看 就是 他跑掉我追蹤他 你看每一個都是這樣 每一個就是這樣有沒有 就是 護照護照 而且你看他們都變得特別壯 有沒有 變得特別壯 有沒有 這裡這裡這裡 都好壯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裡面 在衣服裡面都暗藏玄機 護具 然後手上 手肘 肩膀 全部都是 但是大家看我 沒有 我就是 一般的毛衣外套 今天民進黨就是綁一個布條而已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感覺今天國民黨 感覺這個裝備 這個窮奏的 今天準備要來繼續來衝 然後好笑的是 他們本來還寫了一個叫做 反暴力 他們自己全身武裝 然後說要反暴力 我真是覺得很無言啊 或者大悲無言 我們透過這個螢幕呢 都可以感受到 褚英傑的這個無奈 稍後呢 我們謝謝褚英傑給我們的連線 因為稍後在立法院 還有很長 我今天慢慢長夜 都會有很多事情來處理 謝謝褚英傑的連線 我們先進行廣告 稍後我們持續來上公 翻開他的這個活字點 告訴我們今天立法院 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想問一下尚公 我們剛才跟褚英傑來做連線 他說現場這個 怎麼投票數都一樣 會發生這種事嗎 尤其今天在整個欄尾 現在是團結一新的感覺 但其中有一個人大家都說 今天跟大家互動怪怪的 是彰化的立委叫謝伊鳳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 跑去參加了520就職大典 王煌威說什麼 這叫做背叛 除此之外 他也不願意挺褚英傑的 花東的法案呢 他是有別的盤算嗎 就算是自家人罵他 他也要這樣做 第一個 不連署 沒有連署褚英傑的法案 這件事情 我在這裡表示於肯定 於肯定嗎 只有他 他就是排除綜藝 他就是不連署 因為好像是53個連署 對 就他 當然 那520 謝伊鳳是立委 孤零零的去 當然今天就孤零零的回來 對啊 孤零零的回來 不要忘記一件事 國民黨裡面 當然去參加的人 不是只有謝伊鳳 包括盧秀燕 蔣萬安 張善政 那不要忘記一件事 他們都是市長 他們都是市長級的 欄位就有謝伊鳳 市長級的 當然市長級 某種程度上有些 我們都知道有些預算什麼 都還是要中央幫忙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的未來性 那謝伊鳳 比較特別的一件事情是 他現階段是立委身分 雖然他要詳選彰化現場 那是未來的事 但他現在是立法委員的身分 第一個黨團有決議 黨團有決議有確認過 都不去 然後你謝伊鳳去了 對啊 所以王鸿威直接用背叛 群組 國民黨的群組裡面知道以後 也是罵他這個一大糊塗的 對啊 那你去我們成了什麼 對 然後你去又說什麼 你要主張政黨和解怎麼樣 欸 521你去完了 我們隔一天還要打 對啊 那你認為黨團 會認為謝伊鳳這個動作是什麼 就變成 對 你去 你去完了以後 講的那些話 那變成是什麼 在國會裡面 今天準備戰鬥的都豬頭 不是嗎 不是嗎 然後你看國會還在 準備 521到520 今天還準備要繼續打下去耶 我正在跟民進黨在 對抗的過程當中還打下去耶 結果你跑去了 對啊 違反黨團決議你跑去了 然後 517我們是打假的 521不能打真的 不要打真的 所以 謝伊鳳的做法當然是讓黨團 很多人是很不高興的 那當然 第一個新克力為多 跟謝伊鳳也不熟嘛 老的人很不爽嘛 所以我就說 當天 520 孤零零的去 521 孤零零的回來嘛 就坐在那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人要去跟他有互動 就是說 有些時候 身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今天謝伊鳳是彰化現場沒有人 沒有人會對你這樣 問題是你立委耶 立委 還在打仗耶 打得頭 也沒有頭不血流啦 還在打仗耶 隔一天還要打仗耶 那請問你一下 大家回來 去了回來更火大的是 那個賴靜德 程序正義 朝野推法案要核線 請問你這是在對誰說 這毫無疑問嘛 毫無疑問 這一個 這一個的主張在他的就職典禮 這一段講話 完全是民進黨團的講話嘛 那謝伊鳳坐在那邊 然後 國民黨其他立委 才準備 要睡覺的睡覺 準備明天要打架的打架 買護具的買護具 結果突然看到 你在聽那個賴靜德講這一段話 全部人都瘋了嘛 就是說 謝伊鳳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是什麼身分 立法院正在幹什麼 他不是縣市長 所以這件事情會惹嗎 很多立委 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家會覺得說謝伊鳳有這個行為 跟我們怎麼不太一樣呢 真正的鄭蘭君 該做什麼呢 逮出賴清德的不對嘛 對不對 昨天這個國民黨發言人 直接把這個股市貼出來說 齁 資本大逃殺了 賴清德一談話 砰 掉到水裡面 真是這樣嗎 先進廣告 稍後仁俊哥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想問一下仁俊哥 你怎麼看著這些賴清德呢 在520上面的這個兩岸的論調 因為你看他包括說這個楊志宇 也就是這個朱立倫 他的這個子弟兵 直接說資本市場給他的 第一個最新民調 就是一個哇 瞬間暴跌啦 王宏威也說瞬間暴跌 最來勢的瞬間暴跌 你怎麼看他們打這個點 我認為股市還是要看長期啦 就是說你大概最少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到底大家對於賴清德的 整體的說法 是不是感到不安 然後導致這個什麼外資出走 他其實還是要看他 整個資金上面的流動 不過因為賴清德 大概現在大家比較認為 就是說他在兩岸的這個議題上面 會不會引發這個關注 你看像國民黨第一個反應的 居然叫做馬英九 對啊 後來才這個國民黨的黨中央 跟著就是呼應 那老實講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那個說法 都在大家預期之內 那主要就是說 你後面採取的動作 或者這些這些 才會被大家來做為觀察 所以我其實覺得說 與其在這個階段去認為說賴清德翻車 比如說昨天大家看到 他在提兩岸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事實上蔡英文在之前的國慶的時候 也說過同樣的話 所以他並不是第一個要去做衝撞 當然你如果要講就職眼說他當然是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兩岸上面來講 會不會變成是這樣一個重要的因素 導致說股市的上下起伏 我覺得這一塊 我倒沒有這樣覺得 我倒沒有這麼覺得 因為你不能用一天的行情進來看 那當然你如果說政府要互 互旁也有很多種方法 但你互能互多久 所以我覺得股市大家不看這種所謂短線 但我回來講就是說剛剛提到 謝伊鳳的這件事 我覺得在國民黨內真的可能 國民黨朋友要自己小心一下 就是沒有永遠的家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回想一下去年 侯友宜在選總統的時候 在彰化 彰化的謝家 在當時是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謝鼎齡 謝伊鳳是怎麼力挺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 在彰化辦的場子破兩萬人 侯友宜可以意氣風發站在那邊 請問當時現在罵謝伊鳳的人 你們在哪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當然你可以講說黨團決議 黨團決議謝伊鳳居然還去了 那你黨團決議 你可以有黨團處理他的方式 但一大堆人就要他滾出國民黨 退黨退黨 國民黨你賠得起嗎 你有本事讓他退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實面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要提一下 因為在那個時候 其實謝伊鳳也遇到了很大的壓力 甚至有人覺得說你弟弟是這樣 你怎麼這樣 是不是兩邊壓寶 謝伊鳳當時是怎麼撐過 國民黨一些人對他的批評或是怎樣 幫侯友宜辦下在彰化的場子 你國民黨今天在彰化是這樣嗎 所以黨中在這件事情 居然不去約束他的所謂的知識者 說你怎麼反而對黨內來出征 人家今天也去幫忙站會場 人家大願他也去幫忙站了 還是去 結果你們還是繼續罵 那我就覺得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 就是你今天即使幫國民黨 立下戰功又怎樣 你只要在一件事情上面 沒有支持跟配合國民黨 就逐出去 那就趕走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不是變成 所謂的一言堂 那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韓國瑜在這件事情上面 要那麼的努力去配合 國民黨的立願黨團 不然換他出去 對... 換他出去 而且這如果出去的時候 好 全台絕屋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部 好 刻在我心裡的東西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對啊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修飾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